中紀委巡視30間央企 開啟新一輪清洗 日本回應中共人質外交 促美國組建抗中聯盟 炮爾坦克已經到達烏克蘭 普京遭到打擊 小弟亞美尼亞反了 高盛華AI衝擊3億工作 微軟驚爆GPT4接近人類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9日 星期三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新任領導班子上位後 27日中紀委書記李希主持了2023年 第一輪巡視動員會 說要更好發揮政治巡視的李劍作用 對30間國企和5間中管金融企業展開巡視 有學者分析 以此巡視力度 不亞於當年王岐山肅貪 新一輪的清洗運動已經開始 請看報導 據自由亞洲報導 與以往不同的是 中共提前公佈了巡視組 將進駐的30家央企 包括三大電訊運營商 新加坡學者孫樹立 星期二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中共巡視組進駐國企 實際上是要清除政治立場有問題的高管 確保央企牢牢控制在中共手中 他說 經濟問題不是重要問題 重要的是誰在把持經濟命名 最主要的還是要將國務院這批原來的人馬清洗 這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盤賦 看看究竟有多少資產 這群巡視的央企中 軍工企業首當其衝排在最前面 包括核工業集團、航天科技集團、航天科工集團、兵器工業集團等9家公司 這些企業十年來不斷被調整 已經換上了一閘陣營的人 而中共兩會後的第一輪政治巡視 軍工企業還是被放在最前面 時政評論員鍾原認為 軍工企業的貪腐十分嚴重 官員幾乎個個都能查出問題 不僅是貪腐問題 還有政治問題 他們都是剛爭派系的人馬 這次政治巡視 就是要確保這些企業的官員 都是習近平的忠實擁護者 絕不能是反習的人或是潛在的兩面人 他說 中共國有石化企業僅次於軍工企業 這次巡視包括中石油、中海油等 這些企業曾是周永康的地盤早就被整縮 至少有三位副部級官員落馬 但行業內部人員不免糾斷絲連 中原認為 這次政治巡視估計是深度清洗 另外他分析 這次政治巡視的電力企業 包括電網企業 好像南方電網有限公司、華能集團有限公司等 之前電力企業 被認為是前中共總理李鵬家族的地盤 李鵬的女兒李小林曾被稱為電力一姐 中原認為 習陣營對電力企業的清洗不會停止 將全面接手這一具大的紅色利益網 再有政治巡視 還包括電信、聯通、移動等通訊企業 這些是中共權貴眼中的肥肉 江澤民長子江綿恒曾控制網通公司 江澤民已死 習陣營不會允許江曾集團控制電信業 中共剛組建了國家數據局 所有的數據和利益都會牢牢掌握在習家軍的手中 另外政治巡視還包括金融企業 中共剛剛成立了金融委員會 將領導權從國務院直接拿走 由於中國經濟前景暗淡 財政赤字、債務高漲 中共急需緊握錢袋子 近年來金融體系落馬的官員最多 副部級的官員至少有7個 近日中共當局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而拘捕了在華的日本公民 外界普遍認為日本首相關注台海和平 以及訪問烏克蘭等事件 正是打到中共的痛處 因此才招來中共用人質外交作為報復 而且日本正在敦促由美國牽頭 建立一個對抗中共脅迫的全球聯盟 正面直擊中共 請看報導 據自由亞洲的報導 近日一名50多歲的日本男子被中共當局拘捕 中共官方並沒有透露細節和拘捕的原因 只是說這名日本男子可能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3月26日 日本共同社透露 這名日本公民是日本安斯泰萊製藥集團的員工 他是中國分公司的幹部 昨天27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玲在記者會上說 中方有關部門對一名試驗從事間諜活動的日本公民 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他說近年來日本公民類似案件旅有發生 日本應該加強對本國公民的教育 同日 日本政府最高發言人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 也做出回應 他強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這名被拘捕的日本公民 還要求中共當局 允許這名男子和日本領事館官員見面 據日本媒體統計 從2015年開始相繼有在華的日本人被拘捕 包括這次事件在內共有至少17人被拘捕 原因都是說涉嫌間諜行為 《自由時報》報導說 匿名的在華日本人表示 在華日本人圈子都很關注中共當局逮捕日本人事件 說日本人被拘捕數字驚人 讓人害怕 台灣中山大學中國與壓制區域研究所郭若仁教授認為 這個事件明顯與中日關係變差有關 他認為日前岸田文雄拒絕會見中共駐日大使是主要原因 另外岸田在習近平訪惡的同日 去基赴並且與習連斯基發表共同聲明 這樣不但打臉習近平也打到中共的痛點 郭若仁表示 據他了解在華被拘捕的日本人遠多於現在公佈的數字 相信中方是通過人質外交懲罰日本 他提到中共一貫同擅長使用所謂的人質外交 從中共的立場來說 這就是要懲罰不順從中共的旨意在做事的國家 郭若仁認為 這個事件一定會影響在華投資的日期 而中共亦是想借日期達到向岸田政府施壓的效果 改變對華態度 但中共的這個舉動只會適得其反 27日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 呼籲建立一個對抗中共脅迫的全球聯盟 包括歐盟、日本、韓國、 澳洲和其他美國的友邦 他說 只有正面抵抗才能阻止北京對他國的脅迫做法 他認為 由美國牽頭在國際上制定協調一致的行動計劃 正面對抗中共 伊曼紐爾說 這個聯盟很重要 第一,你將能夠擊退中共 第二,會對實施脅迫的國家 無論是中共還是俄羅斯 做事三思而後行 伊曼紐爾表示 對於受脅迫影響的國家 聯盟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進入美國、 日本和歐洲市場的機會 並為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提供支持 德國國防部27日說 德國支援烏克蘭的18架炮役主戰坦克 已經抵達烏克蘭 而英國政府援助烏克蘭的挑戰者主戰坦克 也已經送抵烏克蘭 烏克蘭軍隊反攻的號角似乎已經吹響 而普京這邊日前是連遭雙重打擊 請看報導 據明鏡周刊的報導 德國在今年1月同意提供這批坦克 炮爾坦克被認為是西方最強大武器之一 幾乎一直強調 如果能得到重型武器 將是打擊俄軍的關鍵 一位消息人士說 德國除了這18架炮克之外 還有40架德國的黃鼠狼步兵戰車 也抵達烏克蘭 另外 一些烏克蘭士兵最近在德國軍事基地 學習操作炮爾坦克 他們的培訓已經完成 返回到烏克蘭 除了德國承諾的戰車已經運到烏克蘭 好像英國政府援烏的主戰坦克 挑戰者戰車也送到了烏克蘭 不但如此 挑戰者異形還搭配一門120毫米戰車炮 搭配彈藥當中含有朋友彈 這種武器能更輕易穿透戰車和裝甲 這種配置可以說將俄羅斯棄炸略 另外CNN報導說 烏克蘭國防部長還表示 好像美洲斯裝甲車和自美國的 史翠克裝甲運兵車都到了烏克蘭 烏軍還曬出了多國聯軍的照片 武器裝備到位 外界預測看烏軍很快就要吹起春季大反攻號角 與此同時 普京也是連遭打擊 昨天27日 匈牙利爾會批准芬蘭加入北約的申請 從而使得芬蘭進入到北約軍事聯盟更進一步 這對普京來說軍事威脅加大 另外 自從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出逮捕令後 近日俄羅斯的高加索小弟亞美尼亞就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 如果普京身處亞美尼亞的土地上 這樣亞美尼亞有權 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逮捕普京 昔日的小弟倒戈令莫斯科氣詐 今天28日俄國衛星通訊社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消息人士強調 亞美尼亞要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對俄羅斯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消息人士說莫斯科已經警告亞美尼亞當局 相關舉動對兩國的雙邊關係會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亞美尼亞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 獨立後一直與俄羅斯保持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 俄羅斯長久以來也在南高加索地區衝突中滑船 但是好像在俄烏戰爭發生以來 俄羅斯在亞美尼亞的影響力越來越弱 好像亞美尼亞的總理帕希利若 1月10日就宣布 亞美尼亞本年度不會舉辦 往年由俄羅斯所主導的習安組織軍事演習 而在去年10月30日 亞美尼亞國會議長西蒙尼安更是公開向華府喊話 要求美國為亞美尼亞提供保護 投資銀行高姓集團研究指出 近期人工智慧AI領域的重大突破 可能導致美國和歐元區四分之一的工作自動化 TRAFT GPT等AI系統 可能引發另一場生產力大躍進 大批的人將失業請看報導 這份研究報告說 如果這樣的技術實現 恐嚴重干擾勞動市場 全球大型經濟體大約會有3億個全職工作 將面臨自動化衝擊 而律師和行政人員的風險最大 據《金融時報》報導 該份研究報告是根據數千種職業的工作數據來估算 美國與歐洲約三分之二的工作正處於某種程度的AI 自動化 只有百分之三十從事體力或戶外工作者不受影響 高盛說 在全球範圍 由於發展中國家人工作業的工作佔比較大 因此 估計全球五分之一工作可能會被AI取代 相當於大型經濟體中約3億份全職工作 也是美國與歐元區的近四分之一工作 不僅如此 微軟最近發表的154頁的《關於GPT4》的論文中指出 GPT4已經可以被視為一個通用人工智能的早期版本了 文章認為 現在的智能體 現在能夠好像人類一樣思考和推理 並且還能夠含蓋廣泛的認知技能和能力 研究報告說 從參數規模上來看 GPT4有1萬億個參數 是GPT3的6倍大 有網友用GPT參數規模 與大腦神經元做了一個類比 GPT3的規模與次為大腦相似 如果GPT4擁有1萬億個參數 就接近重數大腦的規模了 以這個速度發展下去 或者只需幾年時間 就能達到並超越人類大腦170萬億個神經元的規模 令人驚奇的是 在所有的這些任務中 GPT4的表現已經接近人類水平 並且時常超過之前的模型 比如ChatGPT 如果繼續發展下去 是否人類所有的工作 都將被AI取代了 這個值得人們思考 所以現在還會有更多財務 對付出的 顏色的資格 在所有的資格